熱騰騰的米粉湯 香味四溢 這是飯店主廚私藏的古早味白魚米粉鍋 肉質細膩的白鯧魚油炸後拿來煨湯 不僅提出香味 魚肉煮久也不會散開 加入的大甲芋頭 澎湖十峻和香菇提升湯頭鮮甜 因為那個白魚的部分是有炸過 所以這個湯頭的部分是非常鮮 那裡面因為有一個小小魷魚 那湯頭很鮮美 台式缺肉菜還有這款經過改良的甜酒加菜 蒜苗包松後加入肉片 魷魚炮螺肉 悶悶的配料隨著湯頭滾煮 將甜味釋放到湯頭裡 越煮滋味越濃醇 螺肉Q彈魷魚有嚼勁 這道中西混搭料理 是早期台灣旺族應酬的必備美食 保留料理精髓改良後更符合現代人胃口 那傳統的酒加菜它因為要給客人配酒 所以它重油重鹹 那現在在我們這方面改良的話 我們就剪得比較清淡一點點 然後讓客人不會覺得說很油膩 而另一道四川功夫菜雞豆花明明吃的是雞肉 但口感就像豆腐一樣 因為雞肉和蛋白粉其他食材 一起放入果汁雞攪碎後 加入太白粉放入蒸籠塑形 再倒入老母雞湯回蒸 讓雞湯香味鎖入雞豆花裡 就像一碗有著新鮮菜葉的潔白豆花 趁著微黃糖水 雞豆花這道菜就是吃起來它的 豆花裡面它你有感覺到它的 雞肉的鮮美 但是你卻看不到它的雞肉 冬天喝碗熱湯不只料多味美鮮甜 在烹調手法上也得除去過多調味 清爽不油膩的湯頭才能喝多也沒負擔 記者溫凱晨 謝偉宜台北報導